寡妇背着孩子在路边买鱼 不料鱼贩子竟对他毛手毛脚 直接上手摸他脸蛋 河湘生气的将鱼甩在对方身上 要是冒胜菜你敢吗 骂完并转身离去 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边哭 丈夫一直视他难以启齿的痛 突然远处传了一阵爆炸声 将他的思绪拉回几个月前 那时候河湘的丈夫 就是因为矿场突发爆炸坍塌 意外去世的 留下了他和还不会走路的儿子 对于一个农村女人来说 丈夫没了就伤到天塌了 没有人知道寡妇的生活究竟有多么艰难 白天要操事家务挣钱糊口不说 晚上更是寂寞的难熬 他经常拿出丈夫生前用过的东西怀念 还会翻出两人曾经结婚时的婚服 把丈夫的放在下面 自己的放在上面 用这种方式来感受丈夫的温度 这种痛苦的日子 要说还有什么盼头 那应该只有丈夫的那两万块赔款了 然而就连这事 也闹得河湘心神不宁 雷老板见得年轻漂亮的河湘 当即就打起了他的主意 他将嫌疑书递给河湘 只要他在上面签字 钱立马到账 平平这个时候 公公出来阻挠 非得自己来签这个字 原来自从儿子去世后 他对河湘的提防心愿了愿重 家里所有的存着证件都不让河湘捧 一天不见孙子就焦急的不行 担心哪天河湘带着儿子和钱跑了 所以平日里对河湘的态度也很差 公公不让河湘签字 即使没老板故意拱火 说只有直系亲属才能算 公公一听火了 养了二十多年的儿子 怎么就不是直系亲属了 河湘觉得公公不相信他 两人起了内讧 正着梅老板的下怀 于是他收回协议书 借口让他们商量好了再签 这样以后他就能找借口 多见河湘几面 要不到钱的公公 只好来找孙长修筑 孙长劝他 家里有什么矛盾 等拿到钱了再说 不然时间久了 梅老板不认账 无奈之下 公公只好妥协 将在河湘尽快把钱要回来 就这样 河湘只剩一人来得在市场 忐忑不安的等着梅老板 果然梅老板一见到他 立刻喜笑颜开 殷勤地给他倒了杯水 念得死情死警 河湘知道对方打了什么主意 果然下一秒 梅老板不安分的手 就摸上了河湘大腿 还盯着河湘因赵奶 被浸透给衣服 沉默了好一会儿 河湘财查却不对 急忙拿包护在前面 接着梅老板又故意对他说 看在他丈夫的面子上 让他来自己这里上班 工作随便挑 还给两倍工资 林业人都看得出来 他在打什么算盘 河湘要当场拒绝 现在他只想拿回丈夫的赔偿金 眼看女人油烟不尽 梅老板故意说身上现金不够 等过两天再给他送过去 没要到钱的河湘空手而归 果不其然遭到了公共的辱骂 说得成是不足败事有余 甚至还怀疑是他想私吞那笔钱 这些话像针半扎着河湘的心 因为他完全不是公共口中的那种人 相反 河湘不仅没有改嫁 还主动扛起家里所有的重担 把公共和儿子都伺候得好好的 面对公共的颠倒黑白 他很是寒心 心中无尽委屈 无处发现 只能翻出于丈夫的结婚证 靠回忆过去来排解心中苦闷 这是一张四条引起了河湘的注意 借陈盛名500元 但没写清楚是借入还是借出 而恰好 河湘也认识这个陈盛名 他是村里的客车司机 河湘经常坐他的车去正常赶集 有一次他坐上小陈的车 想问清楚线条的事 熟不知小陈也从后视镜里 默默关注着河湘 寡妇坐在男人的腿上学开车 第一次摸方向盘的他心里有些小激动 全让望着了不久前 自己的丈夫刚刚去世 自从河湘的丈夫去世后 小陈终于有勇气来找他 一开始河湘更关注的 是他欠丈夫5000块 还是丈夫欠他5000 正打算与对方协商这件事时 不料小陈修话里话外都在暗示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尽管找他 看河湘的眼神里是藏不住的喜欢 几天后 河湘坐着小陈的车上街 刚开着孙子没多远 客车就被一辆小叫车超车拦在了前面 走车上下来的正是梅老板 原来他正好要去给河湘送钱 碰巧发现了河湘在客车上 想送他一程 河湘知道梅老板打的什么鬼主意 自然不愿意跟他走 小陈也劝他不要下车 见河湘不从 梅老板直接耍起了无赖 河湘不下来 他就堵在这不走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车上的其他乘客受不了了 纷纷指责起河湘浪费大火的时间 无奈之下 河湘只好上了梅老板的车 河湘上了车之后 梅老板也直接开门见山的说 要河湘当他的女人 河湘言辞拒绝 可梅老板绝不轻易上把甘休 来那边赔偿金要挟他 要求河湘陪他去吃饭喝酒 为了钱 河湘只好忍了 直到天完全黑了下来 河湘才醉醺醺的回到家里 他摇摇晃晃来到厨房找水喝 结果一不小心打碎了碗 公公看见又开始责备起来 你还回来干什么 数据整整一天连个招呼都不打 你眼里根本就没有我这个店 这一次河湘没有忍气吞声 接着酒劲把自己的委屈 一口气都吐了出来 公公听完一阵惭愧 原来一直以来他都误会了河湘 不好意思地递上钱酒茶 还主动来下今晚带孩子的工作 让河湘好好休息 第二天河湘醒酒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昨天拿的那笔钱 通通交给了公公 前几天还跟他争这笔钱的公公 如今却说不要了 先前是因为他担心河湘拿钱改嫁 如今两人和解 他也没有必要再处处针对河湘 然而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 麻烦又接踵而至 俗话说寡妇门前事非多 今天梅老板无视线殷勤 给河湘家送了一副高岛式桌椅 已来了不少寿命为官 纷纷祝贺河湘 遇上了个好人 毕竟他才二十多岁 得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可河湘听完非常生气 这王老板是人是鬼 他最清楚 不仅如此 平日生活里 他人的指指点点 色蓝了毛手毛脚 都让河湘感觉十分困扰 越来越意识到 家里每个男人终究是不行的 他多么希望儿子能快点长大 保护自己不受侵扰 可怕什么来什么 没过多久 梅老板又一次亲自找上门 迎亲寡妇正独自在家干活 梅老板眼前四下无人 便色情大气 一把上前抱着河湘 眼看男人就要得手 好在寡妇的公公及时赶到 一闷棍打晕了梅老板 经过这件事 公公也意识到 家里每个男人顶着 河湘怕是一天安稳日子也过不上 其实他也觉得 不该耽误河湘一辈子 而那陈舍明就是个不错的小伙子 只是此时 河湘的小陈还没有非分之想 比起谈感情 他更想把那五千块钱弄清楚 毕竟做人最重要的是讲良性 就算丈夫去世了 河湘也把他生闲的账算轻 于是河湘终于找的小陈 主动说起那五千块的事 小陈也没有否认 那钱就是他借河湘丈夫的 借了那钱他才承包的那辆客车 只是现在还没有赚得足够的钱还给他 小陈希望河湘把那钱算得入股的钱 以后赚了钱 两人平分 河湘觉得小陈这人靠谱 便也答应了下来 就这样 两人夺处的机会更多了 河湘因此知道了小陈的过去 他曾经为了多挣钱外出打工 结果老婆耐不住寂寞 跟人跑了 一个早年丧富的寡妇 一个脏得前妻背叛的小伙 两人在日间相处中 渐渐产生了倾诉 河湘也发现 自己对于小陈的示好并不排斥 反而愿意主动跟他亲近 可眼看日子就要往好的方向发展时 小陈却出了意外 他在镇上拉客时不小心撞了人 现在已经被送进派出所了 河湘听闻顿时慌了神 把孩子托付给公公后 独自前往派出所 对警察说 自己也是车的股东 出了事自己也有责任 可小陈不愿意连累河湘 滥下了全部责任 可河湘怎么可能做事不理 他回到家跟公公商量 想从丈夫的赔偿金里取一点 拥用父亲伤者的医药费 公公也不是铁石心肠的人 他同意拿钱救小陈 同时也提醒河湘 小陈现在可是被了案子在身上 闹不好是要坐牢的 但河湘认定了 小陈就是好人 公公见证也不再阻拦 就这样 公公拿着钱来到医院 帮小陈解决了麻烦 本以为扫清了所有障碍 两人就能走到一起 可没想到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 小陈尽刻意躲着河湘 导致河湘天天在村口等着 都看不到小陈的身影 等小陈再次出现在河湘家时 不是来找他坦白的 而是他把大巴车卖了 还清了河湘帮他垫付的钱 如今的他一平如洗 不想再连累河湘拖得下水 一对有情人就这么一拍了散 小陈以为这是为你好的借口 明明喜欢河湘 却不愿意跟他在一起 熟不知河湘想要的 从来都不是什么大富大贵 只要有人能一心一意对他好 哪怕日子苦一点 能过正平平淡淡的安稳日子 就心满意足了 可评论小陈就是不懂这个道理 这一刻河湘对小陈很失望 他撂下狠话 不再与他相见 坚强的河湘就算只有自己 也可以把家里照顾得情情有条 直到后来的一天 小陈终于想通了 他眼神坚定的河湘表明了心意 想要跟他一起走今后的路 情投意合的两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喜欢的朋友记得看看原片哦